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期一些核酸检测机构造假的监督处理问题进行的提问 中国国家卫健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彦宏表示 卫生行政部门已经对在于核酸检测机构监管当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罚 而下一步还将持续加大监管力度 更多内容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四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制核心